請領總經理 吳雲好,總經理好 總經理,要出國的總共是三個團,分三個地點 那總共編了多少錢? 總共的這個預算 預估的經費 預估經費 這邊算起來,我們有三團 三團的話是152萬 總共152萬 總共一團62萬,另外一團45萬,另外一團45萬 三團總共多少人? 26人 25人,那各去幾天? 我們其中有一團是在東南亞,新加坡跟香港四天三夜 然後到日本的標竿機場,包括東京跟關西五天四夜 另外有一團是馬來西亞的是四天三夜 因為馬來西亞從早上一飛飛到那邊就天黑了 四天三夜 這些的行程,他們的目的就是考察機場 考察機場有兩方面的設施 我的意思說,重點就在機場 就是機場裡面,不會往外面跑,沒有 所以他們到機場之後就留在機場 就留在機場附近的旅館,然後在活動範圍只有在機場 有沒有其他的行程? 沒有 就是只有純粹機場的行程 這也不容許 對不對,全部都在機場 是 那今年也去了幾次 除了馬,除了要出發這個是今年的預算 今年之前還有沒有去? 今年之前,我們上半年有一個團 就是有幾個人到四川雙流機場簽姊妹機場 第一個 這個不算考察嗎?我想是考察 對,順道也看他們的設施設備 第二個呢,我們也有一團到北京機場 那個都是一般的這個,等於是中階的 所以今年總共花了多少錢? 今年這樣考察總共加起來花了多少錢? 這個我要請我們會計處來說明一下 我請我們人資處處長,會計處處長來說明一下 沒有關係,你預算總共編了多少嗎?這個很簡單嗎? 委員報告,我們這次編了大概,今年度編了是六百 六百一十萬左右 那明年編多少? 四百零四萬 三了 明年不需要考察那麼多機場? 你經驗值? 我們基本上是按我們的整個考察的情況,實際的情況來調整 所以明年相對考察機場的數目比較少? 所以編了比較少的錢? 是 是這樣嗎? 對,因為報告委員,我們在標竿機場的學習 剛剛提到,我們如果今年有兩個到包括到日本馬來西亞 是看連架航空航下的話,那我們關某一次,這樣這個案子就已經開始在執行,就不必了 總經理,去的人啊,去的人裡面有沒有那種跟業務沒有關係的人? 基本上齁,他們這些出國的這個考察的這些計畫齁,那我們都有看過,那我們確認了這個承辦主管他們那個承辦上來的,都是相當多元化,那也有工程的,也有貨運的,也有業務的,那也有那個其他那個維護的,就是預計功能來區分 是不是想去的人很多,能去的人很少? 當然這個學習齁,學習這個我們都是以承辦的,剛好承辦到這個這個業務為考量,並不考量其他每個同仁的期待 所以想去的人比較多啦,簡單講就這樣子嗎? 應該,我想我們的同仁應該是 還是大家都不想去,是你要人家去? 我們同仁都知道自己專業的需求,以及專業的這個業務考量,都是以這個考量為準 我說,我的意思說,是不是你在你當總經理,你會瞭解我們的同仁裡面,是不是覺得能夠參加這個考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大家爭取都想去? 但是你因為經費,礙於經費的預算,只能夠去部分? 這個無所謂爭取,因為完全是業務考量,然後那個,那個業務考量呢,他有工程的,有維護的,有業務的 工程裡面有很多人,為什麼就那一個人去? 剛好是承辦人啊,因為譬如說工程的部分講,就是連假的這個專案 你的案子都是一個承辦人,不會有其他有兩個人,三個人的狀況? 不會,你確定齁? 確定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為什麼,這個總經理有沒有檢討過,為什麼你的事情會特別多? 我們在機場齁,本來就是要面對齁,我們四百多個員工齁,那在機場我們這個識別證花了三萬兩千張,那我們每天呢,就動員這麼多的公私營的單位齁,在服務這麼多的旅客跟貨運齁,本來就像一個小鎮一樣 你有沒有覺得是你的領導統一有問題? 這個,隨時都有一個檢討的空間 這樣講齁,其實是很 很 巧妙的回答 我覺得今天機場會問題那麼多,是因為我覺得你的領導統一一定有問題 如果你的領導統一沒有問題,我相信 問題不會那麼多 不是說這樣就沒有問題,而是問題不會那麼多,你有沒有這樣覺得?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你跟國民黨的書記長拜託三女預算,那他為什麼要出賣你?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來拜託民進黨的書記長是我來砍你的預算? 你為什麼拜託國民黨的書記長把你砍預算,然後你跟他講,然後他出賣你讓媒體都知道你去拜託他砍預算? 你覺得是為什麼? 報告委員,我們這個關於跑道的事,都是從情勢變更的角度 情勢變更是一件事你一個早上的回答我都有聽到了 但為什麼人家別的單位拜託就不會被砍扛,你拜託就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我想我們都有機會,不管是主動或被動,接觸個別委員,個別問證 他需要了解我們的業務進展的執行的情形 那你有沒有覺得被吳玉生擺一道的感覺? 那我在這邊呢,我不適合在這邊跟委員會去報告我跟另外一個委員對話的這個情況 你不用跟我報告,你是報紙上寫的,不是你跟我報告啊,報紙上寫我們大家看到的啊 說你去拜託他,他不但不講,他還講你是很荒謬的 他說他絕對不會幹這種事情,他還在報紙上訓斥你一頓 報紙上寫的呢,我今天會有個正式的公司的回應 那你一路以來,為什麼你的問題,為什麼大家不會拚那個郭蔡董事長說他怎麼樣買領帶啦,什麼之類的 一路過來,為什麼都是你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還是有檢討的空間 你不是有檢討的空間,你必須要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檢討是進步的原動力 我當然知道你要檢討啊,但是我覺得這個機場公司到今天為止,問題一大堆都沒辦法處理啊 譬如說一個,如果說你的考察 講實在話,如果你的考察通通在機場裡面 我相信啊,全中華民國的政府單位啊 能純粹在機場裡面考察,能做到這麼專精的沒有幾個單位啦 那為什麼就只有你會被拚? 別人考察我們都很清楚嘛 他一定再來個CT2,我再來個什麼 無可厚非嘛,經過嘛,他就說他順道下去了嘛 那你的考察通通鎖在機場裡面,照理說你們 你們是很認真的啊,連機場都沒有出去啊 五天四夜通通在機場裡面考察啊 人家去機場就順便去附近繞一繞 城市再觀光一下,你們沒有啊 剛好我們這個行業齁,有一個優點啦 因為我們到達目的地,飛機一下就已經到了目的地 剛好這是我們的優點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邊的預算也沒有比別人多 你們考察的這個都在機場裡面 也沒有到順便到其他的觀光景點再去看一看逛一逛 照理說你們沒有什麼問題啊 那為什麼你們的問題就會每天都會上報紙的頭版?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這當然所有的事情我們都要虛心檢討啦 沒有啦,總經理你還是把虛心檢討放在你的嘴巴裡 但是報告委員,以這一次我們那個去參訪這個標竿學習的這個機場 我覺得我們是這個為所當為 這個是我們進步的過程所需要學習的一個過程 總經理我覺得齁,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啦 我覺得事實上你回去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啦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啦 我覺得今天以這樣的考察